通常養寵物多數都是情侶多些 或者年輕的一輩多些 由拍拖子養養到結婚 差不多了 十幾年的 起碼有十六年左右 我本身有養寵物的 第一隻寵物就是領養回來 之後就愛上了 試過不停領養 好像最高峰期 你家裡有十幾隻 二十幾隻 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每一隻都踏入老年期了 這麼多寵物需要這麼多空間 大概你家裡有多大 我家裡嗎 兩層的 來自樓梯的 所以他們很自由地 自己走去天盆玩 然後又很自由地走下來 我們從不混狗的 救了也很乖 很乖 懂得定點去廁所 很多東西他都很懂 一隻帶一隻去學會 第一隻懂的 第二隻就會跟著他去 第三隻就跟著他去 即是一個好的環境 對狗仔也很重要 沒錯 一定要有耐性 你要教他 你家裡有否說 對你養那麼多隻狗仔 是支持還是怎樣 支持的 之前我們都對狗仔的健康 很著重的 我都很支持我的女兒 狗仔每一樣東西 我都會很支持她 尤其是幫狗仔買保險 我很多狗仔都有買保險 好老實說 香港的寵物醫療費 是很貴的 所以我會光顧一個老朋友 帶狗仔保險的 保險對每一個人來說 我覺得都很重要 不要說動物 人都很重要 當你有病的時候 需要緊急去醫療的時候 我覺得保險是幫到的 香港 如果家裡的空間太小 如果你空間小 養小狗是可以的 但有些人空間小 他也要養一隻大狗 試過有一個客人 他養一隻狗很大的 自己住劏房 因為他沒有地方讓他走 所以早晚都放牠兩個小時 可能他會覺得很享受 對 但我覺得狗也會很辛苦 日頭沒有地方離開 二十多小時 其他人就困住在一個狹窄的地方 所以其實養狗也要自己衡量一下 狗仔的地板是專地 是不是容易處理的 是的 專地容易處理的 而且牠們不會滑腳 香港是一個挺歡迎養寵物的地方 是的 因為現在太多團體 尤其是狗的團體 爭取給狗入商場 誘惠自己的空間 自己的棲心地 新的屋苑大部分都是養寵物 他們的平台都會有寵物廁所 我們住的屋苑是不允許養貓狗 所以一直都沒有養 叫牠們去狗cafe 有 去玩一下就算了 現在剛進入日本 才去了一個柴犬 是的 日本也很流行這些 放得出來的多數都很鮮亮 是的 任來摸任來玩 是的 滿足一下牠 現在我們養了什麼呢 養了 瘡鼠 小小姐 是的